中华民国驻洪都拉斯大使张俊飞 他在今天一早返台了 而被问到洪国要求庞大的贷款问题 张大使也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而另外被问到目前两国的情势是否在危急时刻 他表示是由外交部统立来回应 而我国与洪都拉斯断交是箭在悬上 外交部在前天下午已经主动宣布 立即召回住洪都拉斯大使表达强烈不满 一旦和洪都拉斯断交的话 那我国将只剩下13个邦交国了